余下的人更是一脸猛逼,什么,两位上古之神竟然下跪了,而且喊得的父君,等等,父君,默怨上神是父神的嫡子,哲言上神是父神的养子,这样说来,众人猛地醒悟,花儿跪下高呼叩见父神,父神点了点头都起来吧。 而滚滚也是一脸惊,愣愣地问道祖父,你不是说你是一个伞仙吗?怎么就成了父神了呢? 滚滚可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祖父时,祖父只和他说他是一位避世的伞仙来着呢,父神遥望远方,几万年不见,这九重天似乎没有什么改变呢,只是唯一变的,怕是人心吧。 他虽说是避世,可这四海八荒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他又有哪件不知道呢? 东华,你就不请我到你的太成宫去坐坐吗? 父神回头笑道,请。 众人也在不再理会鲜艳的事情,一起去了太成宫,哲言顺便把叶华一夹子也叫上了,今日的太成宫可算是热闹得很。 说说吧,你是怎么扎的事? 东华问道,父神瞪了一眼东华为老不尊道,什么叫诈尸? 我那压根就没死好不好? 哲言道可是是我和墨渊亲手将父君您葬了的。 父神笑笑假死而已。 父君,您这是为何? 我开心啊。 墨渊哲言竟然觉着无言以对。 而东华也是勾起嘴角那滚滚,为何又叫你一声嘱咐? 父神看着滚滚一脸的喜欢。 我和他一直必是在依须境内,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这滚滚啊,就这么掉了进来。 于是不是就认识了吗? 是的,滚滚赞同道。 而且,我这一大把年纪了,滚滚称我一声祖父不为过吧? 东华微微汗手不为过。 那我这辈分岛,是要比你低上那么一截了。 父神很无所谓的耸耸肩道辈分。 那你岛说说,你如今与那白之佬是个什么样的辈分? 东华漠然无言。 是的,这辈分早就理不清了。 好在他们这种修仙之人也都不太在意辈分这个问题。 叶华白浅两人,带着阿黎一夜赶道。 姑姑。 凤九一见着,白浅就抱了上去。 白浅笑着轻轻敲了敲凤九的脑袋,你倒还知道有我这个姑姑啊。 话虽是这么说,却也是满脸的疼惜。 叶华,小十七,阿黎,跪下。 墨渊道,三人虽是不解,却也是一次跪好。 墨渊起身行了的伴侣道,当年父君将涵养着弟弟元神的金莲交于我。 孩儿不复父君所托,弟弟于七万年前转世,便是今日的天君叶华。 父儿又对叶华等人说到叶华,还不叩见父君,叩见父君爷爷。 三人行礼,父神眼里喊着眼泪,扶起叶华好孩子,好孩子。 凤九看来也是感动得很,靠着东华抹了抹眼泪,感叹到一家团圆啊。 东华搂住凤九的腰以后不准再跑。 折眼看着你能我能的两人,倾壳了一声这儿可还有人啊。 东华此时心情极好,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淡淡说了句,习惯就好。 导师凤九脸一红今晚要不都留在我们这儿吃饭吧。 显然凤九很自然地把自己当成了太成功的女主, 父神摇了摇头饭啊,什么时候都可以吃,也不差在这一时半会儿。 我们也就不打扰你们,就一家三口了。 说着便起身离去,余下的几人也纷纷告辞。 父君,东华低头见势滚滚,合适。 父君喝茶。 说着递上了一盏茶,东华并未在意,结果便喝下。 父君,你要赶紧给我生个妹妹哦。 说着便跑开。 东华微微摇头,这孩子自己才这么点,竟然就想着妹妹的事了。 突然东华眸子一僵,这是,失魂果。 居然明白滚滚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无奈地握了握拳,很好,敢给自己下药。 只可惜,这玩意对自己没用。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滚滚站在太成功中抱着自己的枕头暗自神伤。 哎,自己怎就这么可怜呢? 今天睡哪里呀? 自己不想一个人睡呀,突然滚滚眼一亮,父君的寝殿里好像有动静哦。 嘿嘿,看来自己很快就有妹妹了,不过自己给父君下药,父君会不会打自己呢? 滚滚想着摇了摇头,算了,三十六计走位上策。 于是,抱着自己的小枕头,跑出了太成功。 仍旧居住在吴望海养伤的私命,正准备休息,突然门口闪进了一个小人。 私命一愣,是谁? 再一看,更是意外,滚滚。 您怎么在这里? 滚滚抱着小枕头,可怜兮兮到私命叔叔,我可以和你睡吗? 私命十分地不解滚滚,你怎么了? 滚滚将小枕头往私命床上,一丢我怕我父君打我,所以过来躲躲。 私命听后更是不解,哪能啊? 帝君那么宠你,滚滚低下头,对了对手指可是我给父君下了用湿魂果所提炼的迷迭香。 私命正在喝水,听完滚滚这一句话,猛地一口水喷了出来。 你这胆也太大了吧,怪不得这大晚上的跑自己这来了。 滚滚笑得一脸无害,眨巴眨巴大眼睛所以,叔叔你会收留我的对吗? 私命苦笑倒算了,你呀就睡这吧。 滚滚欢天喜地地抱住私命,那滚滚就和叔叔睡咯。 私命笑着歇下。 呜,睡不着啊。 滚滚心里很是激动,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而滚滚一转身,看着私命一点没有睡叔叔,我们聊天吧。 聊什么? 私命笑道,滚滚想了想叔叔给滚滚说说叔叔吧。 私命又笑道我有什么好说的。 滚滚突然报警私命,带着哭腔叔叔,你知道吗? 父君说我脖子里挂着的是傀儡恋。 私命被滚滚这突如其来的哭泣,吓到又怎么了? 这是。 滚滚接着说道,叔叔,你知道吗? 这傀儡恋可以承受一切的攻击。 吸了吸鼻子大哭道所以,就算没有叔叔滚滚也死不了,可滚滚却让叔叔修为尽散。 滚滚哭着浑然不知鼻涕眼泪蹭了私命一身,私命手环上滚滚的傻孩子。 叔叔这不是没死吗? 再说了,叔叔一个写命簿的,让那一身修为做什么? 滚滚抬起泪眼朦胧的小脸,真的吗? 私命点头,真的。 私命看了看时间不早了,哄到睡吧。 嗯,一夜好眠。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耀着大地,东华睁开眼眸,深深地凝视着还在身下熟睡的小人,勾起嘴角,他的酒。 而凤九也在东华的注视下醒来,帝君,声音略带沙哑,药不再睡会。 东华知道,昨夜可是累坏了他的酒,凤九摇了摇头,不睡了。 东华看着凤九疲惫的脸色,略带些心疼昨天滚滚给我下了药,所以没控制。 凤九后愣了一下,原来是滚滚做的好事果然是你儿子。 笑道,滚滚一直是这般胡闹吗? 凤九摇头平常的他很独立,就像是翻版的你。 顿了顿又道,不过有我们这么多人宠着,偶尔也会有些顽皮。 但也无伤大雅,也便随着他了。 再说了,小孩子们,东华无奈笑道,无伤大雅。 凤九点头事啊,你可别告诉我你要罚滚滚,一脸的警惕之色。 罚他,他在烧了太陈宫,我拿什么娶你。 凤九一愣啊,太陈宫烧了,你不是重新装修吗? 东华起身穿好衣服用的着吗? 凤九扑吃一声就笑了没事,滚滚烧的地方多着呢。 滚滚捏手捏脚的跑回太陈宫,这个点夫君应该不在。 滚滚地嘀咕着,可身后突然出现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回来了。 滚滚,转身看了看,善善地笑了两声。 嗯,回来了,该死,这个点夫君不应该是去朝会了吗? 怎么会在这里?胆子不小啊。 滚滚眼睛滴溜溜溜一转,一脸的迷茫夫君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呢? 昨天那盏茶?滚滚眼一瞟,还是打算装傻充梦什么茶呀? 夫君你在说什么呀?滚滚怎么听不懂呢? 东华脸上难得的严肃罚妙法莲华精一百遍。 滚滚听后瞬间成了苦瓜脸啊。 一百遍? 父君不抄好不好?一百遍滚滚的狐狸转会废掉的。 滚滚,拽着东华的袖子摇啊摇,显得极其可怜。 可东华却不为所动三天内交上来。 滚滚撇撇嘴,还想说什么,可突然又看见凤九从远处走了过来。 冲上去一把抱住凤九的大腿。 娘亲,救我。 凤九看着滚滚,也是十分不解问道怎么了这是。 吴吴,父君他要罚我抄一百遍的妙法莲华精。 凤九听后温柔地抱起滚滚帝君,还有不到十天, 就是过了滚的四百十岁生辰了,你不送他礼物也就罢了, 竟然还要罚他抄。 罚抄这种东西,自己当初也是深受其害, 现在怎舍得自己的小滚滚也受这种毒害呢? 东华板起了脸,你偶尔胡闹也就大了。 可昨日那是着实不是你该干的。 滚滚嘟了嘟嘴滚滚知道错了。 凤九温柔地摸了摸滚滚的脑袋说到知道错了就好, 那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抄了? 不行,东华语气强烈,滚滚暗叫不好付, 夫君自是真的生气了, 于是凤九怀里跳下,行了个半礼道滚滚认罚。 滚滚走后,东华见凤九扬起着小脸, 一脸的不悦,暗自符额,这刚处理完小的, 大的又生气了。 九儿可是生气啦? 没有。 凤九转过头,表示不理他。 九儿你可知子不教父之过。 凤九转头对着他的眼眸这我都知道, 可是你也不能罚他这么多遍呀。 东华手揉上凤九的肩我知道, 今后不管是我太成功还是你东荒, 滚滚都是要继承的, 所以这性子还得小小的就开始磨练起来的好。 凤九一愣这些, 他倒是从未想过, 继而微微靠着东华其实滚滚这性子, 和你倒是相差无好。 我的儿子吗? 东华表示很骄傲, 凤九表示很不赞同若是美貌与致。 随着你倒还好, 可是这性子, 我都担心以后滚滚, 能娶到媳妇吗? 东华失笑, 他的小狐狸想的倒是比他还要远性子怎么了, 我不照样娶到了你。 凤九听后付匪道, 这脸皮还不是真的一般厚。 谁说我嫁给你了? 哦, 你不嫁? 东华挑眉, 嫁什么嫁, 你到现在也没去青秋提个亲。 东华突然横抱起凤九放心, 等我备好聘礼, 就立马去提亲。 突然的失众, 让凤九不由地搂紧了东华的脖子, 你干什么, 放我下来。 东华邪魅地笑了笑, 足以倾城倾国。 那药笑似乎还没过我们再来一次。 凤九脸色通红, 来什么来? 我腰还酸着呢, 再说现在可是大白天。 东华低下头, 那温热的气息直至喷在凤九的脖间。 那久了他意思是, 不是白天就可以了, 不是白天也不行。 昨天被他折腾了一夜, 自己都快散架了不说, 可这始作俑者像没事人一样。 凤九相当的不服气。 没事, 今后我们来日方长, 多练练就好。 你, 凤九竟然觉得无言以对。 我告诉你, 今晚你睡书房, 东华失笑还真是世上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正要离去的凤九突然转头我是女子滚滚是小人, 你若觉得难养那不养也罢。 东华如沐春风, 很好, 自己的小狐狸知道和自己顶嘴了。 你这么急来找我有什么事? 东华回到书房, 正打算处理政务, 却发现连颂等在那里。 连颂轻咳了一声道有件事, 我想问问你。 东华抬谋打去道, 世上也还有你不知道的事? 那是当然。 东华也不再打去, 他知道连颂此时过来必定有事。 说吧, 滚滚今年几岁来着? 连颂问道, 昨日他回了原济宫之后, 便开始准备给滚滚的生辰礼物, 可这年龄一算, 貌似不太对呀。 于是便急匆匆地跑来找东华了。 我以为你有什么大事啊, 四百一十怎么了? 连颂见这个东华后知后觉的样子, 不禁无奈至极, 这帝君是老了吗? 你确定滚滚的生辰没有算错? 连颂又追问道, 没有。 东华看着连颂也是不解, 今日这是怎么了? 那我问最后一句, 你知不知道滚滚是什么时候有的? 这时间真的不对, 看起来自己猜对了, 只可惜, 现在帝君看起来好像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难不成人间? 果然, 东华给出的答案便是人间。 连颂笑了笑无奈地摇头说道滚滚呢, 铁定是你的儿子不错, 只是有没有想过一点? 想过什么? 东华更是不解, 这大清早地跑过来, 到底想跟自己说什么? 连颂无奈地翻了白眼帝君, 你怎么就一遇这种红尘之事, 像得傻子呢? 只是这一句, 连颂并没有说出来, 因为连颂知道他说出来之后的下场, 怕是被东华直接拍回人间历劫吧。 只是连颂这半句, 虽是没有说出来, 可却逃不过东华的读心术, 你大清早地过来, 就是为了跟我说我是傻子。 哼, 连颂猛地摇头算了, 我还是和你直说了吧。 嗯, 你说滚滚今年四百十岁, 可是你想过, 没有如果说滚滚是在人间有的, 那只时间顿上。 东华身子一震, 这个问题他倒从未想过, 连颂继续说道, 先不谈在人间什么时候有的滚滚。 就当时你历劫归来前一晚, 有的滚滚好了, 青秋九尾狐足运期为一年, 也就是说, 如果真的是在人间有的滚滚, 那滚滚今年应该是四百十四岁, 而不是四百十岁。 这中间整整差了四年, 那也就是说滚滚, 不可能在人间有的。 连颂急匆匆地说完, 却惊呆了东华。 我和九儿回来后并无, 当时司令也曾问过, 连颂气的直抓狂, 真的很想很掀开东华的头盖骨, 看看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 不是人间历劫和你真身倒是两码事, 你真身在不在, 你感应不到吗? 连颂这一句提醒了东华对了真身, 东华微微感应了一下, 确实脸色大变, 连颂见此便知, 自己的猜测是完全正确的。 滚滚不是在人间有的, 而是回来后。 看了看东华丢下一具追魂术 可以追人魂魄, 也可以锁人记忆, 说着便头也不回地, 逃出了太陈宫, 妈呀, 就帝君刚刚释放出的威压, 简直可怕。 东华猛地站起, 扶着桌子, 虽是不可置信, 却也是明白了一个事实。 锦儿, 你到底瞒了我多少? 一个闪身消失不见。 十里桃林内, 折颜与白珍正在研究滚滚生辰送什么礼物, 突然出现的东华, 毫不意外地吓了两人一跳。 东华, 你来做什么? 折颜不解地问道, 追魂术是否可以锁人记忆? 东华直接问道, 是啊, 怎么了? 这人一大早地发生了神经, 东华望了眼一旁的白珍, 白珍见状也知, 这帝君这么急跑来, 铁定是出了什么大事, 于是道我去泡茶, 说着便离开, 你到底有什么事? 折颜关切地问道, 难不成这四海八荒又出了什么幺蛾子? 我身上可能有追魂术, 你帮我看看, 追魂术会的人不多, 眼下东华唯一可以找的也就只有折颜了。 折颜一愣, 什么玩意? 却也是施法给东华查看了起来, 果不其然没错, 你是中了追魂术, 不过谁给你吓的? 而你竟然没有察觉到, 这可有还几百年了, 东华无力地闭了闭眼, 很好, 今日连送跑来和我说滚滚的年龄不对, 我才发现的。 折颜同样是一惊, 但又瞬间明白怪不得当年小九怀滚滚的时候, 是那样的叹了口气, 施法解开, 顺时一段段相艳的画面涌入东华脑海。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出什么事了? 奉九走出湖里洞问道, 尼古挠了挠头回女军, 四海八荒都在传东华帝军病了。 奉九心里一抽, 她病了, 奉九此时心中五味杂陈, 一直硬逼着自己不去想她, 可心里那份情却是永远放不下。 还好吗? 轻轻咬着唇, 只是为了不让那眼泪滑下。 米谷犹豫了一会儿说到不知道, 只是都在传递军病得很严重, 怕是撑不住了。 米谷虽是没有说完, 但奉九已是米谷最后的那句话是何意, 我出去一趟, 对外就说我闭关了。 奉九丢下这么一句, 就消失不见, 米谷知道她是跑去了太陈宫。 太陈宫内气氛极其压抑, 奉九凭借着对太陈宫的熟悉, 竟然避开了所有的人。 可奉九现在那扇门前却犹豫了, 自己到底该不该进去, 又以什么样的身份进去。 就在奉九纠结之时, 那门里的咳嗽声直冲击着奉九的耳膜, 奉九心痛万分, 以她那样的人, 若非是真的忍受不住, 她又怎会, 当即就推开门, 推开门的一刹那, 她紧紧捂着嘴, 为不由自主地滑下, 床上躺着的她脸色苍白, 那瘦削身子。 地军。 她慢慢走近, 轻声呼唤道, 床上躺着的人文严严睁开眼眸, 自嘲道, 是你吗? 是我。 奉九单手俯上东华的脸道, 我走了。 伴赏奉九终于下定决心, 自己留在这也只会给她惹麻烦, 奉九心中满是苦涩。 不要走。 奉九正要离开, 又突然被抱住。 奉九疑惑地转头, 见识东华, 一脸地不解帝君。 突然奉九, 感觉不对劲, 这帝君的眼睛怎么是红色的? 刚要说什么, 突然被东华摔床上。 东华压在奉九身上, 一边急切地啃咬着她的唇舌, 一面粗鲁地用力撕扯她的衣裙, 而被压在身下的奉九, 明显被她这一举动吓坏了, 一面用力挣扎, 一面大声叫喊, 试图换回东华的神志啊。 不要。 啊。 不要啊, 东华。 你醒醒啊。 死。 随着身上一点布料被扯碎的声响, 奉九胸前的衣巾已被东华全部扯烂, 扔在了地上, 奉九心里一惊, 同时也挣扎扔在了地上, 奉九心里一惊, 同时也挣扎得越发厉害。 她躺在东华的身下, 不停地扭动着身子, 试图想要挣脱开东华, 可是不管怎么样努力, 却也是没有任何的作用。 片刻之后, 她开始体力不支, 挣扎也叫之前弱了许多。 突然奉九直觉胸前一凉, 原来身上最后的那块遮羞物 也禁不住东华的撕扯, 而支灵破碎, 奉九下意识地用手轻轻捂住胸前的柔软, 嘴里拼命哭喊着东华, 不要。 求求你, 停下来, 快停下来, 啊。 可东华早已因为那要性的缘故, 深陷在情欲之中, 哪里停得下来? 不仅如此, 此刻小丫头的叫喊在东华儿里, 却成了史上最猛烈的催情药。 她忘情地吻着身下的小人, 从粉唇一直下滑到脖梗, 越过精致的锁骨, 一手将凤九, 挡在胸前的手臂, 一开压制在她头顶, 而另一手却附上她胸前的柔软, 将那雪白的浑原之物握在手里肆意把玩。 这样的刺激实在是太大, 尽管凤九拼命咬着齿, 可还是发出了那羞人的声音。 突然凤九觉得有异物, 抵在了自己的腿间, 虽然隔着衣物, 却还是清楚地感受到那种雾的火热。 凤九虽然并没有真正经历人事, 可凡间那么多次的事情却也不是白过的, 自然是知道那物什么, 此时的凤九又羞又恼, 自己自然是想把自己交给她, 可现在是大白天, 更何况他们并没有成亲。 而此时, 她突然身子一颤, 原是东华的手指伸进了那薄薄的底裤之中, 有一下没一下地顶弄和抹扎着她私处, 这样的感觉让凤九满脸通红。 凤九可以清楚地感觉得到, 自己的私处因东华的抚摸发生了某种变化, 有一股热流缓缓地流了出来。 她不得不承认她被摸得很舒服, 甚至想要得到一声高过一声, 一下晶晶一下。 阿饿东华我在我在东华吻上凤九的粉唇, 中。 东华的手指在凤九体内进进出出, 清楚地感受着她下面的嫩滑与紧致, 她在思考着。 小丫头那下面这么紧, 待会儿自己进去会是怎样一种是骨销魂的感觉。 眼看就凤九眼神迷离, 而东华的掌心也被那所湿了个透。 东华心知这已是差不多了。 于是衣服也懒得疤, 只经验绝退下, 手掌有些粗鲁地分开她的双腿, 没退下, 手掌有些粗鲁地分开她的双腿, 没。 有一丝丝的犹豫, 急切地就将自己那粗大的那啥子 味道凤九那粉嫩的丝处, 腰身用力往前一顶, 粗大的整根没入她的体内。 啊, 啊, 撕裂般的疼痛瞬间席卷而来, 凤九疼的眼泪都流了出来。 小丑就下意识地想要去推开身上盘踞着的人, 而东华就在刚进凤, 九体内的一瞬间, 她就体会到了那前所未有的舒服。 这与人间时的感受完全不一样。 有的舒服, 这与人的感受完全不一样。 九儿, 我爱你。 不得不说, 东华这一句很是成功地转移的凤九的注意力。 直到东华的撞击越发激烈, 身下的感觉越发强烈, 凤九这才从刚才的喜悦中回过神来, 东华见小丫头回神, 勾起一抹笑容, 双手抬起小丫头的两条白嫩大腿, 将那啥子玩意儿狠狠地撞进着她的体内, 拼命地磨研着她体内的敏感之处。 东华似乎也是累了, 仍在昏睡着。 凤九呆呆地坐着, 不知在想些什么。 自己曾千次万次想过, 却没有想到会是这种情况下。 更何况那三生石是永远很在两人之间的障碍。 帝君忘了这一切吧。 凤九紧紧咬着唇决然的施法, 那赫然是追魂术。 折颜见东华呆呆地坐在那里, 也不说一句话, 很是着急。 这东华体内到底封印了什么记忆? 刚想要开口询问, 却发现眼前哪还有东华的人影, 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法力高强, 还能来无影去无踪的。 白真刚端了茶过来疑, 人呢? 折颜无奈地摆了白手走了。 白真十分不解, 他以为帝君事事有什么大事要告诉。 走了? 为什么? 折颜顺手拿起, 茶杯喝了一口。 为什么? 闲得慌呗, 白真没有理会这都什么事啊? 一个个大清早的都在发神经。 太成功内, 凤九正准备着午饭, 突然东华面目表情地走了进来。 怎么了? 凤九不解地问道, 为什么不告诉我? 语气中隐隐透露出怒气, 所以说是怒气, 可更多的却是心疼, 心疼他的酒儿为什么不告诉自己, 为什么要自己一个人承受那些? 告诉你什么? 凤九被东华这突如其来的疑问, 也是懵了。 追魂术, 凤九一愣手里的盘子, 应声而落, 碎了。 你, 怎么会知道? 东华慢慢逼近凤九为什么? 凤九往后退了两步, 满脸的不解。 该死, 他怎么会知道追魂术的事? 九儿, 为什么? 凤九见退无可退, 没有为什么, 就是不想再伤害你, 毕竟那时你, 东华不顾一切地, 报警凤九不想伤害我, 你就带去滚滚一个人生活吗? 你告诉我这么多年, 你都是怎么过下来的? 凤九是深知, 这是真的生气了, 立马乖乖地顺毛, 哪里是一个人呀? 哲言还有姑姑, 他们都很帮我呀。 可你也不该对我下那追魂术, 你是怕我不负责吗? 凤九嘴角一抽不负责那时候, 倒真的没有想过。 你哪会不负责? 你, 东华简直说不出什么话来形容凤九, 所以你的半天, 也没有你出个所以然来。 你生气了? 凤九小心翼翼地说道, 生怕再惹恼了这位大神。 没有。 东华转过身不理会凤九, 凤九扑吃一声就笑了你就是生气了。 东华再次转过头来不错, 我是生气了, 所以我要罚你。 罚我什么? 难不成像罚滚滚一样, 也罚我抄那什么佛经? 凤九笑着问道, 东华难得地笑了笑, 勾起嘴角邪魅地说道, 罚你三天三夜下不来床。 凤九对着突如其来的一句, 吓得把手里的另一个盘子也摔了。 东华笑着横抱起凤九不知女军对本地军这个惩罚是否满意呢? 凤九咽了咽口水, 不满意。 吻腰现在还疼着呢, 也不知道昨晚是哪个禽兽来着, 折腾了他整整一夜。 东华这才后知后觉, 满脸的疼惜原来女军腰不好啊。 刚巧, 本地军对推拿之术颇有研究, 不如本地军为你捏一捏, 揉一揉可好。 不要脸。 凤九赋斐道, 却没有说出来, 因为凤九知道这要是说了出来, 搞不好眼前的这个人真的会让他三天三夜下不来床, 那会是件极其可怕的事。 可东华却毫不在意, 只淡淡说了一句你应该知道, 脸皮这种东西, 与本地军而言皆是身外物。 凤九一愣, 这真的是不要脸。 你放我下来, 锅子上还炖着汤呢? 凤九挣扎到没事, 留着做晚饭吧。 那午饭吃什么? 凤九下意识地就问了出来, 吃狐狸。 凤九愣了一下, 也瞬间明白他所指的吃狐狸是怎么个吃法。 毕竟昨晚可是被某人吃的, 连渣都快不剩了。 你禽兽啊你。 东华微微一笑, 那笑容不知是迷了谁的眼。 我到底禽不禽兽, 你应该是知晓的。 凤九竟然觉得无言可对, 使得他知晓。 无耻。 凤九话未说完, 便被完全堵住。 屋外阳光正好, 可屋内却是一阵翻云覆雨。 九儿, 我们成亲吧。 东华看着凤九道。 凤九放过身子, 却并没有睁眼不要。 东华撑起身子, 看着身下的凤九, 为什么? 嫁给我不好吗? 凤九眯着眼没诚意。 东华悠悠一笑诚意。 那这算不算是诚意? 说者便扶下身去, 吓得凤九抖了个机灵, 捏了个绝变化为原身。 九儿便回去。 凤九撇了撇头, 九条大尾巴竖起来摇了摇, 很是嘚瑟。 你确定你不便回去? 东华一把拉住酒尾中的某一条尾巴 放在手里抹撒着。 别动, 哑。 凤九道。 九儿, 放心, 我定会给你一个最好的婚礼。 凤九发了个声把白嫩嫩的肚皮露出来, 你还是先想想怎么去青秋提亲吧, 毕竟我爹那边, 东华点头知道了。 说着, 变起来开始穿衣觉得累的话, 你再睡会, 我还有事。 你去哪儿? 凤九早就化为人形问道, 傅神来了。 凤九点头感叹了一句你还真忙。 东华浮身, 在凤九额头落下一纹等滚滚过完生辰, 我们就去碧海苍灵住一段时间。 说着便离开, 而凤九也决定继续在床上躺尸, 这境遇千万年的人果然不一样。 有事, 东华走到书房时, 傅神早就等在那里。 嗯, 有件事要和你说。 傅神说道, 却是满脸的严肃。 说, 这件事是关于滚滚的。 傅神说着便在门外立下结界。 滚滚怎么了? 东华见傅神立下结界, 也明了这件事怕事不一般, 否则傅神也不会立下这个结界。 你应该知道滚滚身上有你的九成功力吧? 傅神问道, 不错。 傅神微微叹气, 继而又说道, 那你又可知滚滚身上除了你的九成功力, 还有一个封印。 东华听后出醋没什么封印, 自己怎么从来不知道? 我和银儿母神联手下了一个封印。 傅神解释道, 为什么? 东华十分不解。 你觉得以你那九成功力, 滚滚那小身板能承受得住? 东华沉默了。 是的, 那是他的九成功力, 也就相当于他的毕生修为。 第一次见着滚滚时, 你那九成功力已有暴走的趋势。 你也应该知道那一旦暴走对滚滚意味着什么? 破体而亡。 这也是我下封印的原因, 人以为这个封印足以保护到滚滚成年, 保护到滚滚可以运用这个功力。 却不曾想到这个封印日渐减弱, 照现在这个情况看来, 怕是撑不了几年了。 傅神说着, 黯然摇头。 我该怎么做? 东华问道, 毛子里也是满满的担心。 这件事情先不要告诉别人, 以免引起恐慌。 嗯, 东华同意。 所以, 接下来我要你准备几样东西。 傅神严肃道, 你说, 水晶燕, 混元燕, 风落燕, 天心燕和西丝燕, 我需要这五种材料为滚滚加强封印。 好, 我知道了。 东华点头一口音下这五种材料什么, 他一定会找到。 好, 那我先走了。 记住了, 要尽快找齐。 傅神交代后便要离开, 突然又停下脚步, 转过头问道对了, 成的深归混沌, 是怎么回事? 你把他给杀了。 他好歹也是一任天君, 你这样做, 不过他竟敢做出伤害滚滚的事, 也算是最有应得。 不是我, 那是我一心都在滚滚身上, 哪顾得神成的。 那是怎么回事? 傅神很是疑惑, 他一直以为是东华下的令, 是滚滚的白玉, 是白玉带着一杆仙灵仙兽, 活活撕了成德。 东华解释道, 却惊呆了傅神狩猎, 这死法也算是在天族史上可以名垂千古的了, 那场面一定很震撼, 私命的事不用说了, 这也是私命非生上神该利的节。 傅神道, 说着便离开, 泽西殿内滚滚正在奋笔集书, 嘴里还不知道在嘀咕这些什么。 东华端着一个琉璃盘走近, 看着奋力抄写, 但又一脸忧怨的滚滚勾起嘴角。 抄了多少了? 放下琉璃盘说道, 滚滚抬头见识东华哼了一声, 不理他。 生气了。 东华在滚滚身边坐下, 翻看着他抄完的纸张。 嗯, 字不错。 滚滚见词, 立马读过东华手里的纸张, 压在自己手下, 东华笑着摇头真生气了。 滚滚割下笔, 滚滚不敢生气。 东华看着气呼呼的滚滚失笑出声滚滚, 你可知道, 傅君罚你是为了什么? 因为滚滚给傅君下药。 滚滚小声地说道, 东华微微汗手已是赞同。 滚滚, 你要知道, 在太成功内你怎么胡闹都没事, 但是一旦出了太成功, 你就是太成功的少帝清秋的小殿下。 滚滚叹了口气, 为什么? 就不可以不做吗? 这样感觉好累啊。 东华摟过滚滚, 让其坐在自己腿上说道, 人有多大能力, 就有多大职责。 就拿傅君来说, 傅君担这一个帝君的名号, 傅君职责, 便是守着这四海与八荒。 滚滚那上显至嫩的脸上, 却有着一丝丝疑虑, 所以傅君以后滚滚的职责, 也是守着这四海与八荒对吗? 对, 这是你我都逃避不了的事实。 东华对滚滚的名利很是欣慰, 可是傅君, 你都可以守住四海与八荒, 怎么就守不住娘亲呢? 东华脸上闪现一丝错愕是傅君的错, 是傅君太过于自欺欺人。 东华眸中闪现痛色, 这个坎是他心中永远的痛。 滚滚听着, 靠着东华发那个白眼傅君不是你自欺欺人, 而是你太笨。 东华揉了揉滚滚的绣发, 说道我怎么笨了。 滚滚端端正正地做好, 一字一顿地说道因为你不会哄人。 东华勾起嘴角那你想我哄谁? 哄娘亲啊。 傅君, 我可告诉你想娶娘亲的人可多着呢。 有我在, 谁敢娶你娘亲? 你以为当初我那四海八荒图是白送的? 滚滚听后猛地抬头四海八荒图。 什么四海八荒图? 滚滚心中有一股很不好的预感, 不会吧? 这妖巧。 当年你娘亲继任青丘女军之位, 我让司命送了一副四海八荒图过去。 怎么了? 东华很是疑惑,滚滚端端地笑了两声, 原来那幅图是傅君你送的呀。 怪不得娘亲那么宝贝。 嗯。 东华承认道, 傅君竟然是你的, 那你再帮我画一幅呗。 为什么? 不是有一幅了吗? 怎么还要? 那个那幅画出了一点点的小意外。 滚滚小心翼翼地说道, 不过东华很清楚, 滚滚口中所说的小意外怕是小布了。 到底怎么了? 滚滚想了想后说道滚滚做饭来着, 可那伙就是点不着, 所以滚滚把那幅画拆来引火了。 东华听后无力地说道那幅画, 连你太爷爷都无人一见, 你竟然把它给烧了。 滚滚翩翩嘴很是忧愿与不服, 那时候我哪知道那幅画那么重要。 为了这图画娘亲, 还打我一顿。 东华无奈地拿起书稿, 在滚滚头上轻轻地敲了一下。 你也该打。 滚滚拽着东华的袖子, 傅君, 你就帮我再画一幅好不好? 好不好吗? 东华微微摇头好, 你慢慢抄吧, 记得把糕点吃了。 滚滚连连点头, 傅君你最好吧。 三天后, 众人又聚在了太陈宫, 原因嘛, 自然是小滚滚的生辰咯。 滚滚, 生辰快乐。 一大早, 阿黎就跑来了太陈宫, 并送上了自己千挑万选的礼物。 阿黎舅舅, 你来啦。 见着阿黎的滚滚很是开心, 毕竟这九重天之上, 和自己年纪相仿, 又能说得上话的, 也就只有阿黎一人了, 于是两人相伴, 又不知道跑去哪里玩了。 而凤九却在厨房忙活着, 东华这是太陈宫修好后, 第一次踏进自家厨房, 已在门边看着里面的小人, 忙忙碌碌的样子, 心中第一次被一种叫做幸福的东西填满。 过了许久, 凤九才注意到东华的存在, 你什么时候来的? 刚刚, 东华走进厨房道, 那怎么也不说一声, 怪吓人的。 凤九一脸的笑意洗着菜, 东华自凤九身后, 还上凤九九, 等滚滚过完生辰, 我就去青秋提亲好不好? 凤九择菜的手一顿, 提亲。 自己但也还是没有想过呢, 毕竟这件事姿势体大呀, 但也还是点头, 自己也想早日嫁给他呀。 好, 不过在提亲之前, 你先干一件事吧。 东华道, 帝后请吩咐, 凤九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句帝后吓着了, 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 是什么意思, 不禁红了脸。 瞎说什么, 不正经, 轻轻捶了捶东华, 怎么我说的难道不对吗? 你嫁给我不就是帝后了吗? 东华笑道, 凤九这次倒没有再理会东华, 只是指着地上的几把菜道去, 把菜摘了。 东华眼眸硬一, 摘菜。 凤九听后, 双手插腰你摘不摘? 我哪会摘菜? 凤九见此道威胁道, 你到底摘不摘? 你要是不摘, 那可就没你的饭了。 东华听后悠悠一笑, 这么坏呀, 没饭吃啊。 这小狐狸挺大胆啊, 还敢不给自己饭吃。 饿死你。 凤九见东华不摘菜, 继续威胁道, 久而你可知道, 我就算是不吃饭也是饿不死的。 东华笑道, 这小狐狸是忘了自己, 是神仙不用吃饭的吗? 为什么? 凤九下意识地问道, 因为我可以吃你呀。 东华在凤九耳边吐气如懒, 惹得凤九直打冷战, 然而这后果就是, 呀, 我的锅子, 锅着火了。 东华剑词也是吃了一惊, 坏了, 这是又要火烧太成功的节奏, 于是极其顺手地拿起旁边的杯子, 往着火的锅子里浇了下去, 吃得一声浓烟四起, 浓烟过后, 凤九咳嗽地用手指着东华, 你干什么? 你知不知道油锅着火, 是不能用水的? 我的个天哪, 得亏油不是很烫, 要不然火融了? 算了, 你给我出去吧, 要是这人再待在这儿这厨房, 估计得炸了。 好吧, 酒儿, 我可等着晚上吃你哦。 东华说道就要离开, 凤九突然拦住东华说道, 今天滚滚生辰, 我答应了滚滚过来睡, 所以得挪个位子出来。 东华一愣什么? 那我睡哪儿? 问道, 太成功那么多电视, 你爱哪儿睡呢? 书房就不错。 凤九道, 我睡书房, 你舍得吗? 有什么舍不得的, 快走, 别打扰我烧菜。 凤九说着, 便开始往外赶人。 东华也不再纠结, 因为时间不早了, 再纠结下去, 午饭怕是吃不成了。 他们差不多应该都快到了, 你记得去招待一下。 凤九又交代道, 知道了。 东华临走前, 凤九又到弄条鱼过来, 正午时分, 众人相聚在正厅。 墨渊呢? 等了许久不见墨渊, 东华问道。 折言回到昆仑虚心出了剑法器, 墨渊回去守着了。 你说这昆仑虚的法器也真是的, 没剑总要掀起点大事。 白针复喝道, 不好意思啊, 来晚了。 调外又有声音响起, 正是找到了承郁的连宋。 几人寻声望去, 只见承郁与连宋身后, 竟然还跟着一个丫头。 这是…… 折言问道, 不知为何竟然觉得这个丫头很是熟悉。 我和承郁在人间的女儿。 连宋芒解释道, 东华注视了一会后, 突然说到诈诗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我们要把译子认识。 我们能够到视频。 感谢观看